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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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甜的水果含糖量肯定就很少 但实际上吃起来不甜的水果含糖量未必少 万万没想到的是 你平时以为不含糖的椰子 山楂 火龙果 百香果纷纷上榜 含糖量简直惊人 邓波医生表示 这是由于水果的甜度 取决于其能所含的糖 酸的含量及其比例 而水果中的有机酸 如苹果酸 柠檬酸 九十酸等 或带有色味的丹宁多分物质 也会影响水果的口感 可能使水果吃起来不甜 但其含糖量却不一定低 二 以为吃水果是减肥 没想到选错等于多吃一碗饭 说到吃水果减肥 当下风很大的莫过于牛油果 邓波医生介绍道 牛油果又叫恶梨 与其他水果相比 是一种高能量 高脂肪 高钾 高膳食纤维的水果 并富含抗氧化物质 每100克牛油果中 含蛋白质2克 脂肪15.3克 碳水化合物7.4克 牛油果所含的脂肪 80%是单不饱和脂肪酸 有降低人体总胆固醇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 身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 所以有较好的心血管保护作用 但其所含的能量也较高 每100克牛油果所含的能量为171卡路里 以一个牛油果的平均重量约为150克计算 其所含的能量就相当于一碗米饭的能量 约占到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成年人一日所需总能量的8% 所以如果吃了牛油果又没有控制摄入量或不减少其他食物 如米饭馒头的量就很容易增加能量摄入而达不到减肥的目的 另外除了牛油果 邓波医生还讲道 有些水果的热量堪比吃肉 邓波医生解释道 肉类富含优质蛋白质 100克瘦肉类如鱼肉 鸡脯肉 鸭脯肉 牛肉等所含的能量 约为90到160卡路里 其实比上面这些水果的热量还低 三 你真的会吃水果吗 关于水果 邓波医生还给大家总结了以下三点注意事项 水果每天吃多少合适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 我国居民每天应摄入200到350克新鲜水果 邓波医生提醒 果汁不能代替新鲜水果 这点大家要注意 果汁是由水果经压榨去掉残渣而制成 在加工过程中 很容易造成水果中的营养成分 如维生素C 膳食纤维等损失 还会因为更好入口 从而增加糖分和能量的摄入 不利于血糖和体重的控制等 那有没有吃着甜但含糖量很低的水果呢 医生推荐了以下五种水果 一 芒果 芒果是夏季最受大众欢迎的热带水果 口感甜滑多汁 不仅能够当水果品尝 在各种甜品 糕点 蛋糕等方面 也经常有芒果的踪影 比如用芒果来制作千层蛋糕 奶油蛋糕 芒果西米露等 每种做法都相当美味 可别看芒果甜滑蜜的 其实含糖量并不高 一只芒果所含糖分大概在7%左右 热量也不高 属于含糖量低水果 所以稍微多吃两个也无需担心 第二种 圣女果 圣女果就是番茄的小巧板 体型差别甚大 所以名字就单独区分开来了 但其实两者都一样 都富含维生素C 味道酸酸甜甜的 还可以促进消化 增进开胃 其含糖量也很低 而且 常吃圣女果或者番茄 对平稳血糖也是很有好处 第三种 哈蜜瓜 哈蜜瓜也是一种甜到流油的水果 哈蜜瓜和西瓜都是夏季最常吃的瓜类 虽然在受众程度上输给了西瓜 但论甜度以及果肉质感 哈蜜瓜是完胜的 特别是新疆特产的哈蜜瓜 那个甜 感觉如同吃冰糖和蜂蜜 但这种甜又不会让你吃得腻外 因为哈蜜瓜也是一种吃着甜 但糖度并不高的水果 含糖量占比约在7%到8%左右 而且热量不高 只要控制好进食分量 就可以既结嘴馋又健康食用 第四种 草莓 草莓是女孩和小孩的心头号 与芒果一样 除了当水果品尝 还经常用到蛋糕 糕点等精美甜点上食用 而且草莓红通通的很吸引野球 果肉轩软 酸甜可口 特别垂颜欲滴 关键的是草莓也是低糖水果的代表 含糖量更低到6% 还富含各种维生素和膳食纤维 可以这么说 草莓除了价格稍贵 还真的很适合长期品尝的 第五种 雪莓 雪莓的肉脆多汁 鲜甜爽口 太适合在炎热干燥的夏季多吃了 既滋润心肺 又能补充水分 消暑解渴 清热除干燥 消除繁闷感 当然 并不是所有的雪莓的糖度都很低 还需要看是啥品种的莓 如香莓的糖度 就比蜜莓要低一点 所以雪莓品种的选择很重要 另外 我们平时还会用雪莓搭配冰糖炖汤 虽然汤羹甜蜜滋润 但也会使整体的糖度提升很多 所以平时品尝时也不宜贪嘴 可以用水果替代蔬菜吗 邓波医生表示 尽管蔬菜和水果在营养成分和健康效应方面 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但它们是不同种类的食物 营养价值各有特点 蔬菜品种多于水果 且深色蔬菜的维生素 矿物质 膳食纤维和植物化合物的含量高于水果 所以水果不能替代蔬菜 但另一方面 水果中碳水化合物 有基酸 芳香物质 比新鲜的蔬菜多 水果一般可以直接生吃 其营养成分不受烹调因素的影响 所以蔬菜也不能代替水果 因此建议大家天天有水果 餐餐有蔬菜 水果饭前吃还是饭后吃 如果没有身体的不适 饭前饭后均可吃水果 邓波医生讲道 一 对于糖尿病患者 如果血糖控制稳定 则可在两餐之间吃水果 同时注意下一餐适当减少主食的量 以免影响血糖的控制 二 对于肾病患者来说 血甲控制不稳 容易高甲者 要甚吃含甲膏的水果 及果汁 如橙子 橘子 香蕉等 可以选择少量瓜类水果 如西瓜 白瓜 三 对于想控制体重的人来说 餐前吃一些低能量的水果 可以减少进食量 降低能量的摄入 四 对于胃肠功能不佳的人 可以在餐后吃水果 或者将水果切细 稍微煮一下 并且一次的量不宜太多 以免加重胃肠负担 科学吃水果 你学会了吗 老年朋友们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健康问题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建议大家 一定要发给身边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看看 也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和志恒相约 每天不见不散 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